一只鸭子拯救一家大饭店 位于宜兰的精英酒店的樱桃鸭 闻名台湾 而樱桃鸭并不是因为鸭子吃樱桃 而是因为有一家叫做樱桃谷的公司 他们所引进的鸭子品种成正 油脂非常的好 婴儿而得名的 今天位于这个宜兰的精英酒店的行政总主厨 来帮我们介绍了樱桃鸭的一鸭五吃的做法 其实樱桃鸭它的油脂非常的丰富 一般的鸭没有这样的油脂 交配过程它没有杂交过 所以它比较纯种 所以它的油脂比一般的鸭种的油脂还来得好 其实一鸭五吃是在我们南城建议 我们所苦驗的料理方式 是比一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用宜兰当地的食材所做成的 所以这只烤鸭比较属于宜兰味 就单单我们从它的第一次的片皮鸭 我们片下来的皮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泥鸡里 做成沃硕丝 因为我们知道樱桃鸭它油脂丰富 它八片皮 片下油脂你就单包的吃的话 它会觉得腻 所以我用寿司饭的概念 把它做成一个泥鸡里 那第二次呢 我们是把腿的部分片下来肉 把它包成一个卷 那第三次的部分呢 是我们把它鸭胸肉 起下来的两片鸭胸肉 把它切成丝 除了跟银牙拌炒之外呢 我要添加一个苹果 这样我们等于第三次 就可以吃到蔬菜水果 融合在一起 非常养生的一个概念 那第四次的部分呢 是我们起下了鸭骨头 把它做成一个汤 那我们第五次呢 是我起一只鸭子里面 只能够起下两片的油脂 起下后把它熬成那个油 把它提炼去 萃起那个油以后呢 我再拿那个油去 做成一个麻婆汁 那鸭油对人体 本身它是一个好油 一般的橄榄油 它类似比较接近橄榄油的油 所以它这个麻婆豆煮起来 香辣麻 然后再带上一个鸭油的香气 所以这是我们第五次的部分 好吃的不得了 还等什么呢 美国亚洲旅行社的台湾精致互动之旅 10月3号出发 好吃好玩好便宜 名额不多 报名要快 1855 509 5011美国亚洲旅行社